8月18日下午,海南自贸港首架零关税进口飞机抵达金陵海口夹子机场,并完成安装调试交付运营。 记者在现场获悉,这架零关税飞机是由在金陵海口夹子通用机场驻厂运营的海南海植通用航空有线公司引进。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该架AW109E直升机进口过程中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61.3万元,减免幅度约为15%。 引进更多的飞机,像公务机啊,像固定翼啊,这样那个我们可能会未来在整个海南都会有布局。 海南自贸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发布以来,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根据政策规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 进口符合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正面清单规定的车辆、飞机、船舶及游艇均可享受相关政策。 随着该架AW109E直升机交付运营,也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商品实现海陆空全覆盖。